Floor video 我们今天又来看这个 这就是街舞的一个片段 这样子啦 其实呢 我们看了一些片段 有些人在我们的Patreon看 我们通常都是看 王一博、张艺兴、刘鲜华的嘛 因为我们有react他们的视频 为什么会一直卡嘴 因为我们上一次呢 Milo一直想说要看Henry跳舞嘛 我们其实在Patreon有看他们battle的那一个片段 然后今天呢我们要看 他们终于跟自己的一些队员 跳起舞的感觉这样子 就是跳有排过的 就不是freestyle了 这样子咯 可是它不长啦 只有三分钟 而且它是王一博 vs 刘鲜华 哇 我今天是对啦 不是个人 是对 整对 不是 是整对啦 我刚才讲了跟他的队员跳这样子 所以我是看过来 因为我看那个节目嘛 我觉得蛮好 蛮interesting这样子 所以就想说可以给他们看这样子咯 我们事不宜迟马上来看片Kaja 接下来王一博队长对阵刘宪华队长 不是个人队就OK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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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二、三、三、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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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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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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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哇! - 哇! - 這種音樂就好聽到落實了 - 欸! - 可是這種音要拍了 - 是啊要拍了 - 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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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預 conform起來 - ęd - 是啊! - 結婚了 一!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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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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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GPoint No! 这个很棒 谢谢 基本上就是 这个片段的后面 他也是队员打架这样子 也就是Battle Battle舞蹈 我们只看队长这样… 我看了之后,对Henry有幸的认识吗? 有耶,好厉害耶,Henry! 我觉得因为王一波我们是常看的跳舞, 王一波跳舞是非常厉害的, 叫什么《无界可击》吗? 是什么那个成语,是很厉害的。 这一回合,因为我第一次这样看刘先华跳舞, 所以,this round I go for 刘先华! 纯粹支持他,还应该给他。 因为我觉得,因为上一次我有讲过, 因为他本身感觉很幽默, 他样子很可爱, 所以这个我不懂谁拍的舞蹈, 他们的主缘里面呢? 我觉得他们的设计很 cute, 刘先华的东西很有创意, 玩的东西很有创意, 可能我们常常跟学生讲, 如果我们自己发现, 比如说我唱歌不如你, 这样我就要想办法, 把自己的另外一些强项丢上来, 把那个弱的比较压下去, 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一块做得非常好, 让我有哇的那种感觉, 可以这样子来跳舞, 可是王一波的, 我觉得他们是个别的发挥很多, 然后刘先华的是整体的发挥, 因为我看王一波有给他的队员, 每个人有solo, 一小段, 可是第二支王一波的那个手, 转来转去的, 我觉得整个也排得非常的好, 我觉得其实两个都非常厉害, 但是这回合, 我去刘先华! OK! 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刘先华这样子跳舞, 我是觉得是非常可爱的, 我是觉得认同那个点, 就是当你觉得如果纯聘5G的时候, 是比不过人家的时候, 这样你可能就要玩那些创意的部分, 我觉得以创意来讲, 刘先华的队确实比王一波的队来的有创意的, 如果你单纯以5G来看的话, 当然是王一波那队跳起来感觉比较厉害, 但是刘先华那队因为另外的那些队友, 其实也是专业的舞者来的, 他们都是跳舞, 都是跳得非常厉害的, 只是说两队我们看起来有一个很不同的效果, 很不同的氛围, 但是我们看battle, battle就是那种很freestyle, 你想到什么你就跳, 这样有些人的不是跳舞能力不好, 是他freestyle能力不好, 这样他可能就跳到比较差一点,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刘先华其实不是舞蹈能力不好, 可能freestyle他可能有一点障碍啦, 就是他来讲, 因为他本身不是主要跳舞嘛, 只是我觉得舞蹈能力是在的, 看得出他可以完成排出来的东西, 这样子我觉得是很很不错的, 但是对于我来讲, 我还是觉得freestyle, I got my one before! 就是这样子, 其实我是很中立的啦, 因为我有看这个节目, 我觉得各有各的好玩的地方, 其实到最后, 是刘先华赢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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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因为, 因为我节目上里面有提到说, 王一波选人的时候, 没有选到变武师, 所以其实在behind the scene, 有提到啦, 他们变武很辛苦, 因为没有变武师喔, 然后里面很多大神啦, 很多外国的大神, 全部是solo的, 对, 就很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王一波自己又很有自己的想法喔, 所以他们变武变得很不顺利, 然后刘先华呢, 是一下子就过了, 然后他们的氛围是很开心的, 就他们扁到很快, 整个感觉, 然后当下这个环节呢, 投票的是其他的选手, 就是没有被选进队伍的选手, 是过后要被选进的, 所以他们对于这个成绩是满足, 满意的, 因为不是那种请回来的观众投票, 是选手, 选手全部是会跳舞的嘛, 所以王一波输得也心服口服啦, 他觉得很满足, 因为是专业的舞蹈, 舞者投的票, 这样子啦, 我自己本身, 其实我也觉得说, 王一波的个人魅力跳舞, 我还是有在那边, 只是说, 因为这个起舞环比赛了, 我还是看整体啦, 我觉得整体来讲, 刘仙环那边还是比较有趣, 跟, 你可以感觉到氛围不一样咯, 就这个样子咯, 所以有时候, 太多有才华的人在一起, 未必是件好事, 没有跟我们解杀那面, 王年听! 没有啦, 我觉得你很厉害的人在一起, 要有会统合的人这样子啦, 会统合的人其实就非常厉害了, 就是全部都是花旦, 全部都是主角, 但是没有导演的, 难怪我们可以一直相处这么久, 可是这个过后, 他们就选完其他人进去了啦, 他们的队伍 form, 已经form定这样子啦, OK,好, 我们今天就看这个舞蹈, 的这一个reaction到这里, 大家记得我们不是专业的舞者, OK, 我们是纯粹喜欢, 我们是纯粹喜欢看, 而且你看这个片段, 应该就是被折了, 虽然你们什么都看不到, 但是, 我相信你们既然看这个reaction, 你们也应该看过那个片段了啦, 所以单狠看我们的reaction, 对对对对, 那如果你有兴趣看我们reaction, 他们四个队长battle的, 那一个freestyle battle的那个环节, 大家就可以来追踪我们的patreon, 因为我们附我现在的patreon班, 是没有折盖啊, 这个影片也会在patreon上无折盖版, 这样子啦, OK, 我们今天reaction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 记得要按赞订阅和分享,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我们有新的影片出现的时候, 就会通知你, 同时呢, 要来追踪我的patreon, 有能力就来追踪我的patreon啦,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